华为P30 Pro渲染图曝光 一次采用掀起什么呢 今年上半年 华为P20 Pro一期标志性的2加1后制三摄 开创了拍照方面的新地元 随着2019年即将到来 近一代PCM的企业 华为P30 Pro已经有相关消息传出 近日网上传出了一次华为P30 Pro的渲染图 根据推特报道达人的渲染图显示 P30 Pro同样有后制三摄 不过P20 Pro的2加1布局不同的是 P30 Pro将会采用三颗上头整体并排布局 并有消息称 P30 Pro有望手帕索尼全新的MX607承感器 其拥有38万像素 1.8英寸大笔VMOS 采用了双BAR HDR编码和HDR像素款列 此外 P30 Pro的闪光灯也与上一代产品大为不同 整体呈现长条布局 据悉这一设计可能是采用了仙气闪光灯的原因 仙气闪光灯在手机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早在诺基亚808手机上就应用过 不过由于这类闪光灯情绪较大 并没有广泛的推广开来